好 那么持续要对大家关注的 就是疫情的部分了 新冠病毒真的非常狡猾 不能够掉以轻心 尤其在昨天确诊的案925 当时他从美国回来 有经过检疫 而且自主健康管理也全都做完了 回到公司去上班之后 采检验又确诊 专家就表示说了 这个的确是有把病毒 传染给社区的风险 而且发生取去感染的 这个桃源医院执行清零计划 可是却有一个员工的身上 被验出说有抗体的微弱讯号 因此也害怕 是不是有更多的潜藏病例 医护排队裁检 桃源医院执行清零计划 三天状况很顺利 但706人曾经出入危险区域 竟然有一人抗体出现微弱讯号 认为这个微弱讯号是一个警讯 但我们希望它只是一个假讯号 就是代表说838 839 甚至后面一系列的一些感染案件中 还存在其他不知名的一些阳性确诊 不过也有可能是体内其他抗体干扰 也得再检验确认 就怕有潜藏危机 指挥中心决定启动二阶段 血清抗体检测 预计裁检其余1759人 而7号确诊的案925 1月从美国入境完成14天居家检疫 都开始上班11天 最近又要回到美国自费裁检 竟然又由因转阳 恐怕把病毒带进社区 专家建议这种案例越来越多 建议检疫期满都筛减比较安心 主委中心说除了用餐外 他自称出门都有全程戴口罩 病毒量也低不具感染力 但是种种迹象都显示 全民不能轻易松懈 华人新闻一 我是张罗虎 台湖的 本集完 谢谢大家